在陈县讲解过去三十年的话 因为基本上有很多是比公科的家庭搬迁到这边来 那职业妇女也不少 所以一般讲解就生养子女是不会太多的 一般来说如果你有生个三个的话 那已经是算是大家庭 那一般就一个两个 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照顾了 不过呢 因为是中产阶级上班的人还是多一点 那所以一直到一般到weekend 就可以带着小孩去学点 到中文学院去上课了 那中文学院的老师也是妇女多了 妇女大概比较有内心一点 然后使命感啊 也愿意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也 有些心愿的也比较多一点了 那所以一般的话 中文学校也是 发展的也是蛮多的蛮快 差不多每个东南西北区都会有这个学校 尤其到后来 二板中文学校自己建了校这以后啊 那学生增多了 就可以上达爸爸一千人 那持继也在二板也有个大学校 大概也有五六百学生吧 那在Honey Beach有个新兴中文学校 自己也有校舍 所以也是每次每天下午都还上课 都by weekday都可以上课 所以学生也很多淘汰满天下了 那北城呢也有不少的学校 波罗特纳布雷尔那一带 都有中文学校 其实每个或者教堂里面 有时候这里都有开一些小型的中文学校 那这个对于教育 儿童教育方面 所以在这里的小孩 懂双语的成长的儿童也很多 这个非常对他们将来的发展 这影响很大 我们知道很多他们下一代的子女 他后来长大了 那这边念完大学了 他们很多还回中国大陆国内去工作 那如鱼得水很开心 因为他们双语的能力很强的 那这边呢 一般你很少看到 说晚上有一些什么夜生活 这个大概跟南江州 像洛杉矶是不差一样 差不多所有的城管 大概到晚上九点十点一定关门了 很少能够找到夜晚你可以吃宵夜的地方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 是华人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妇女们呢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应该觉得是还是蛮幸福的 那有家庭婚姻的难提的不多 不像我们在听其他的地方 我相信没有正式统计了 我相信离婚率也是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那大家都一般来讲 我相信也有天气又好 那如果生活稳定 工作稳定的话 那这个幸福指数应该是蛮高的 那除了儿童的教养 还有各个饮食起居 或者娱乐 那这个地方也因为有Disneyland 在这里了 所以常常也有很多亲戚朋友 常常来 小孩子也很开心 又可以去Disneyland 玩Nutsbury Farm 玩沿海这些海滩 也都是这些小孩子到夏天最开心去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蛮独天得厚的 所以目前 现在虽然在2008年以后 好像经济也不太景气 可是我看尤其最近移民 就是从大陆来的很多的 很多都把南亚洲 我们的城县定居 当作一个非常好的定居的 我松小孩来上课的地方 来上学的地方 所以一般来讲 在城县没有什么 特别会出现一些家暴 或者这种比较负面的情况 不多 可是呢 对于新移民年纪大的年老的妇女呢 因为语言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所以都希望多一点双语方面的服务 那在这里 这方面我们这边 除了亚美老人服务中心 有这种方语服务啊 其他的方面 还有要注意他们 就是说在健康方面呢 或者心理层面的方面 因为在家里 如果老人家来呢 如果他们的儿女都出外工作 那对他们来讲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在家里会觉得 有时候也是寂寞了 也慢慢如果交通不便 或什么的话 他们会很容易就有一些忧郁的症状发生 这个方面呢 我们都需要多一点人来关怀他们 那这方面呢 有不教堂吗 教会呢 可以扮演一些辅导的教授 所以 这个也帮助很大 就是吧 至于 那个 陈县的侨团方面 也有些同乡会啊 或者施责会啊 这些都比较 注重一些这种慈善关系的活动的 那他们也比较 在这方面 支持这些年老弱势的老人呢 他们的 他们的 活动就稍微多一点 所以 对这些华裔家庭也很有帮助 其他像 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因为 父女 在职妇女 不少 那 他们的 血痒方面 也是 有 相当的程度了哈 所以后来 你也看 那些乔专方面啊 逐渐的在 九零年代末期了 然后开始都 也有很多是 女性会长 呃 呃 女性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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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义父女 开始 呃 领导各个 呃 各个团体啦 或者文化协会啦 或者中文学校校长等 那 那 这些方面呢 呃 跟男性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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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多政治方面的紛爭或者宗教方面的爭吵 所以應該是一個很平和的華人在一起的一個生活的環境